无论如何解封之日已经不远了 各国逐步解封换日币的大好时机来了吗 推播时间交给佩宇 好 谢谢韦庭 韩国在今天是正式开放国门 而日本也说即将在6月10号 欢迎外国的团客到日本里头去做观光 虽然说台湾还没正式确定 可是现在大家都蠢蠢欲动等不及了 但是现在要跟哈日族说 不只抢买机票 抢买行程 还要抓准时机 抢在低点换日元 因为你看说这今天的日元现金汇率 又创新低来到0.2283元 这是创下近25年以来的新低数字 这低点低到有多夸张 我们打个比方算给你听 如果说你同样要换10万块台币的话 你在这去年高点的时候换 大概只能换到35万日元 可是如果你是改到现在才来换的话 竟然可以换到43万日元 这一来一回就差了1.8万台币 真的说是不无小不 甚至还可以说是非常够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你要出国去玩 不只说机票涨价 甚至是连团费也涨 或者是说你知道当地去 不管是交通 住宿 连餐厅 也都是涨了好几波 在这个大通膨的环境底下 但是现在说这真的是两样型 因为观光客抢着要换便宜日元 结果这日本当地人竟然是要抢着买家电 这个很多的电器 不管是说冷气或者说冰箱 里面都会用到非常多的钢和铁 不过现在竟然说 这钢铁的原物料价格 涨得非常夸张 像是这铁矿砂期货就涨了一成 而至于是这胶煤更夸张 直接涨了超过70% 所以在这原物料不足的情况下 日本的这家电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像是这洗衣机或者是电冰箱 都涨了3到7成左右 这个缺货的情况 已经来到3到7成左右的状况 而像是这冷气夏天这么热一定要吹 但是现在说不止难买 而且这价格还一口气涨了 3到5个百分点 但是这涨价情况 不只是在日本而已 看回来我们台湾 我们现在看到这下一张图卡 上面就说 今年会不会要迎来史上 最贵的端午节呢 朋友朋友你去买这粽子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说 明明每年都去同一家买 结果老板竟然跟你说 今年可能要涨个5块10块钱 可是这5块10块 可能真的还算是对你很客气了 因为我们统计说 这竟然全台湾的粽子 有高达7成以上都说要涨价 而我们把这个成本图摊开来看 你可以看到说 涨最凶的包含是这咸蛋黄 老板说一颗就涨10块钱 是非常夸张 而另外像是花生跟香菇 也涨了一成左右 不过说到肉粽 肉当然才是灵魂嘛 结果你看现在不管是鸡猪或者是鸭 又要再涨价了 这次涨幅也超过一成左右 不过这一次鸡猪鸭这些家禽类涨价的原因 竟然很奇葩 不是因为缺肉 而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来做这些工厂上的运行处理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确诊数 其实是不断的在往上增加的 所以你看有多夸张 不管是这屠宰场 养殖场 甚至是到下游的这冷冻加工厂 都在缺人力 因为陆续有员工传出确诊 就导致说这产线没办法运作 让这今年的供给量是不断的往下降 最夸张的是说 我们今年前四个月 如果跟去年同期来做比较的话 像是鸡就非常夸张 一口气少了280几万鱼 而且现在说不只是这个端午节 接下来会不会继续涨下去呢 因为现在不只是缺工 受到这疫情影响缺工 连这个饲料成本 到现在也都是降不下来 也就是说呢 就算度过这个端午节 未来餐桌上 我们吃的任何肉品 价格恐怕只会越来越贵 那我们再把时间还给韦庭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